我们在上期视频说过 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 将打破中欧相互投资的壁垒 众多欧盟企业来划投资限制变少 有些观众还是担心 外资的到来会对本土企业造成冲击 但不要忘了 协定规则双向适用 也意味着 中国的优势产业 也可以到欧洲寻觅更多机遇 本期变局和大家聊聊 中国强势产业之一的太阳能光伏 如何从技术上被卡脖子 到现在的铺满全球 让大家感受下 中国经济和企业的韧性 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中国光伏产业天下第一 但不知道我们曾经也在光伏技术上 被老外卡了脖子 光伏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简称 就是把太阳能光辐射 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发电系统 中国光伏产业崛起之路 就是一个突破外资为小的励志故事 故事还要从20年前说起 20世纪90年代末 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 意识到温室气体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并通过了人类第一步限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案 京都议定书 德国还加码环保政策 继续颁布可再生能源法 对太阳能产业上的企业急于补贴 其他日照条件较好的欧洲国家 也不甘示弱 纷纷颁布光伏产业扶持政策 让欧洲企业在光伏市场上拔得头筹 今年的光景 全球光伏产业的主导权 就牢牢握在了欧、美、日等国家手中 这时赴澳洲留学 师从国际太阳能电池权威 马丁格林教授的施政荣 回到中国 准备用所学知识 为中国光伏在世界争取一席之地 并在2001年成立了无锡尚德公司 虽然当时大众对这个行业还是十分陌生 但尚德在成立四年后 就成功赴美上市 创始人施政荣 也正因此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让更多人看到搞光伏确实有利可图 一批中国光伏富豪顺势诞生 赛威集团的彭晓峰登上江西首富的宝座 英利集团的苗连生成为河北首富 汉能的李和军也最终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 当时光伏产业的造福传奇多不胜数 但是中国光伏产业真的完成了对西方的反超吗 答案是并没有 当时中国光伏企业没有任何核心技术 只是利用劳动密集性国家与规模效应的优势 给欧洲的光伏企业做代加工和组装等业务 但光伏的核心原料和设备 包括EVA模 光伏背板材料 硅片 硅料等 基本全都依赖进口 同时 我们只拥有电池片制造和组件生产技术 而德国的WACKER 日本三菱等企业 仅凭借高纯度硅料制造技术 就赚取了产业链的大量利润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光伏产业被评为两头在外 即原料靠进口 销售靠出口 严重的产能过剩 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深远影响 欧盟对光伏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幅加强 欧洲市场的光伏需求也随之萎缩 光伏原料多金归价格应声下跌 拖累了大批中国光伏企业的营收状况 屋漏偏逢连夜雨 从2011年开始 美国对中国光伏企业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上德英利分别被征收31.14% 31.18%的倾销税 其余中国光伏企业的税率为249.96% 在多重打击下 中国光伏产业跌落谷底 2011年中国还有260多家光伏企业 到2012年只剩下112家 没有掌握光伏产业组装模式的核心技术 是中国光伏企业再遭遇重创 曾经的光伏龙头上德 也因拖欠了银行71亿元债务而宣布扩展 至此 在世界光伏战前线拼搏的第一批中国企业 已战败落幕 故事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了 肯定不算立志 面对欧美的双反策略施压 中国政府选择加大对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 吸取第一次正面战的教训之后 这次支持的就是冲着掌握光伏核心技术去的 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 我们就自主研发走国产化道路 摆脱进口依赖 首当其冲的就是补足光伏产业链上的每个短板 光伏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硅料 硅片 中游电池片 组件 下游光伏系统应用等环节 早期上游多金硅的核心技术 基本掌握在美国GT和德国MSA GEC等公司手上 率先打破多金硅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的是 江苏中能硅业 通过在光伏产业的上游原料领域修炼内功 吸收国内外的技术 成为独当一面的多金硅巨头 最后 保利协心收购了江苏中能 把自己打造成全球多金硅料及硅片龙头 并通过不断降低生产成本 统固了竞争优势 同时 为了让中游的太阳能电池及电池组件制造 实现国产化 包括结佳伪创和通微股份等企业 结合国内外经验 利用光电转换效率更高的PERC电池生产线 实现弯道超车 不仅生产出更高质量的电池片 还把成本压下 迅速打开了国内外市场 而龙基股份 更是推进了光伏产业的升级 通过压住单金硅光伏电池 龙基走出一条潜无古人的道路 对于光伏而言 最重要的参数是光电转换效率 也就是太阳能电池 把光能转换为电能的比例 多金硅实验室最高转换率可达20.4% 而单金硅的实验室最高转换率可达25% 无奈的是 早期单金硅不仅价格高 而且技术门槛更高 业内普遍不看好单金硅的技术路线 但龙基创始人李振国没有被吓到 坚定看好单金硅 先与金刚线龙头连城数控联手 提高晶圆切割技术 又与龟材克时龙头北方华创达成战略合作 推进单金硅生长度研发 最终成功将单金硅的成本打了下来 到2015年 单金硅片与多金硅的价格只差两毛钱 自2015年起 龙基股份不仅全球单金硅出货量第一 而且在全球单金硅市场上 拥有一计绝尘的优势 现在龙基股份的市值达到2500亿 成为当之无愧的 单金硅光伏全球龙头 在龙基等新生代光伏企业的带动下 中国光伏产业不断扭转局势 反客为主 在全球光伏的战场上出现更多中国企业 根据Global Data发布的数据 2018年全球组建出货量排名前10的公司中 9家来自中国 占据全球过半市场份额 金科以11.6级瓦的出货量和12.8%的市场份额 继续保持全球组建出货第一的位置 金奥以8.8级瓦的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二 排名第三的是天和光能 出货量为8.1级瓦 龙基股份的此公司龙基乐业 则以7.2级瓦的出货量排名第四 至此 中国光伏全产业链 以具备国际竞争力 并在第二次国际光伏战中顺利突围 全行业当年产值超过4000亿元 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2018年在全球光伏产业各环节中 中国产能占比均超过一半 比如 硅料产能占全球55% 硅片87% 电池片69% 组建则为71% 过去20年的时间里 中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 从弱变强 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的证明 而与众多国外光伏企业激烈竞争的过程 也锤炼出更多实力强劲的中国企业 中国光伏发展历程 不仅是个励志故事 还顺应了时代的环保潮流 你知道中国光伏市场 未来的潜力与意义有多大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我国明确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什么是碳中和 就是指在一段时间内 企业和个人直接或间接产生的 微视气体排放总量 通过植树造零 节能减排等形式 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 实现二氧化碳 零排放 目前看来 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最可靠的方法 就是大力发展新能力 包括风能 水能与太阳能 其中利用太阳能的光伏发电将是重中之重 为什么最看好光伏太阳能 水力资源虽然丰富 但是地理温不无均衡 功能还会受到污水期限制 风能虽然相对稳定 但也一样受限于地理位置 而且成本长期无法下降 虽然太阳能也受限于气候 但是地球除了南北两极之外 基本都沐浴在阳光照耀之下 而且太阳寿命好手估计 还有五十几亿年 能量来源相对广靠 加上光伏发电成本 在逐年降低 综合来看 太阳能几乎是无限能源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0年至2019年间 全世界对可再生能源投资2.5万亿美元 就有1.3万亿美元投在光伏上 做一个粗略的计算 2020年1月19日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2019年全社会用电量 为7.21000瓦时 每平方米光伏发电量 大概在0.7度电每小时 每天中国平均有效日照 大约为7至8小时 根据计算 我国只需要3771平方公里的土地 铺满光伏就能满足中国人的用电量 这个面积约等于半个上海 虽然实际还要考虑天气 储能和输送等因素 但是这也足以说明光伏产业 潜力之无限 未来之可期 据中国2050年光伏发展展望报告预测 到2050年时 光伏将成为中国第一大能源 彼时全年发电量约为6万亿千瓦时 占当年全社会用电量的39% 而2020年光伏发电量 只占全国发电总量的2.6% 所以进一步证明了太阳能的未来与机遇 无论如何 实现碳中和不仅仅是中国的愿景 包括日本 韩国等 也相继宣布了各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在中国光伏产业全球制霸的时代 我们可以预见 更多国家会从中国进口更多光伏 来改善自身的能源结构 减少对传统能源依赖 能源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 在当下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能源价值更加凸显 中国光伏产业的励志故事再次告诉我们 只有具备战略眼光 重视科研创新 做好长线布局与规划的国家 才能屹立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 我们期待 中国更多的企业与公司 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里是带走的